五加浪穿的那件衣服 幾個不適合 打了兩三球出汗 出汗竟然那件衣服搭著身體 是拙住了 會影響動作 影響動作對運動員 九經訓練運動員 影響其實不是最大 最大是什麼呢 是搭著身體 事件是這件衣服引起的 他的心理會有一個陰影 每天新聞頭條 國際焦點 保障精華內容 寫評摘要 一日為你壓要解讀 D100 新聞天地 主持 李錦雄 梁家泉 連日社評都因應香港 在奧運會有佳職 披金大銀作出很多回應 基本上論點都接近 要增加資源 鼓勵社會上更促進健康的發展 所以今天奧運確實令到香港一個消沉的社會 我們增加了很多的歡樂 很多的興奮 很多的自信自豪 但就因為一則新聞 令到大家感到很不滿 很失望 如果你政治敏感 覺得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當然我們是為張家朗何思培的勝利 而感到開心 但很不幸 在中間我們的香港運動員 遇到他的體育生涯上 一個很大的挫折 這個挫折不是源於他自己訓練不足 或者自己力有不低 而是受到外來的因素影響 就是講五加朗事件 我昨天也同一位是校制的運動員 他不是港隊 都是羽毛球 我就說他是不是心理質素這麼差 沒辦法抵受外界壓力 這位運動員就跟我說 他說五加朗這次承受壓力 不是一場普通壓力 是一場全香港人都觸目而關注的一件這麼大的事件 他說這種壓力是無形的 而且他要處理壓力 不是說他發生了壓力之後沒有延續 因為他要選三 他提醒說經歷過他星期六出戰 然後禮拜六晚上禮拜日 木家進對他的批評 然後他要面對怎樣處理 他一定不可以再穿原本 他認為舒服的那件衣服 他其實不能選擇 因為已經開口說你可以安排穿一個團隊穿開的那件衣服 但是大家昨天都看到 那件衣服是幾個不適合五加朗穿的 打了兩三球出汗 出汗竟然那件衣服搭著身體 我就問那個羽毛球的校隊運動員 他說搭著那件衣服 有時候會拉著手袖 所以你看到他每一球完結 他都拉拉自己一件衣服 是拙住了 是會影響動作 影響動作對運動員 九經訓練運動員 影響其實不是最大 最大是什麼呢 是搭著在身上 然後經歷過這件衣服 事件是這件衣服引起的 他的心理是會有一個陰影在 這就很重要 正如何思培都說到 一個運動員 臨場的表現 八成是一個心理質素很重要 所以這次五加朗所承受的政治壓力 有一個很強烈的無形的政治壓力 事關攻擊他一個發言者 是一個民建聯青年的骨幹 坦白說我和你注意新聞 從來都不認識這個人 但這可能是未來的黑爾栽培 青年民建聯的骨幹 也是教聯會的副會長 即是說他可能是建制陣營 被黑爾栽培上位 被黑爾栽培上位 所以就要爭取出位 佩服建制陣營 因為他由中央指揮棒 不到他們不讓位 老一輩都會退在幕後 我們看到有多少人 大家看到周浩鼎、張國均 這些都是年輕一代 你想想張國均現在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民建聯的接班、培訓計劃 是比較其他政黨當然是成熟一些 但跟這次事件來說 其實在黨紀方面 他們都內部很多矛盾 所以看到李慧琼遲遲先出來道歉 你到底道歉的用語 都相當溫和 是企圖沖淡事件 但試著想 昨天看 如果五加朗贏了 可能事件有少許轉向 他又輸了 還有他背後的留言 其實他沒有很明顯指責任何人 但是他其實說出 他說我有看所有的留言 所有的留言 包括大部分是支持他的 但是也有人不支持他 你看所有留言 心情會有激動 其實短短由他白身時到昨天出賽 其實兩天幾時間 他還要去選衣服 其實他哪有選 說了用團體的隊衣 明知道這件衣服不適合 都被迫著用 你夠膽不用嗎 你身為日本 你怎能用這麼多空間去掌握 還有昨天仍然有建制派 在接受訪問 說是搭著毛巾 是故意遮住了那面的區旗 在他胸口的區旗 請建制派的人 看看2015年 他在香港的紅館 贏了林丹 他拿著區旗給傳媒拍 然後他習慣搭著毛巾 當日他也搭著毛巾遮住了 因為很大汗 這就是用政治的審查眼光 用顯微鏡 看每個運動員的細節 因為你已經有政治偏見 你看任何東西 他穿什麼衣服 我可以 這個顏色有意義 都有問題的 你穿哪個動作 你蓋在哪方面有意義 這個就是 沒有必要把這麼多的政治的 眼光政治的審查 去到排列的運動員身 這個也是香港 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場 其實我們昨天引述 審一徽篇的文章 現在 中央很想香港 進入一個文化的大改造 我不會用文化革命 是改造 改造是很多層面 文化康體教育 都會是涉及意識形態 都會成為改造 所以這次 和木家正的發言所表達 不單是個人的衝動激動 而在啟建建制當中 特別是深藍陣營 那些極左路線 其實你慢慢出來了 是啊 因為你要走極左路線 你必須有所表現 這種表現它是用爪渣的方式 用國內的術語 爪渣 爪渣 來突出自己的那種 有見地和名測抽號 那你就死了 你在雞蛋裡挑骨頭 昨天 吳家朗說 他會站起來 但需要一些時間 的確是的 因為你面對前所未有的這種攻擊 還有他怎樣應付 還未完的 這件事還未完的 但吳家朗回來香港的時候 他在整隊的香港代表隊成員當中 他會將自己擺在一個什麼身影裡呢 他背負了令香港人失望 令自己失望 所以知道他是全世界排名第九 他當年打低了林丹 他代一個排名五十九的運動員 輸得這麼離行微辣 他自己 大家知道 他運動員的實力去哪裡 他說 我一半水準都發揮不到 這件事 留意這件事 我看新聞方面 親中報紙隻字不提 這件事在網上 嘩 討論熱度 其他報紙也有很多蝙蝠大小毛 去報導 政治專欄也去說 網上庭論不用說 親中報紙隻字不提 這件事件真的去到一個 政治層面 中聯辦是有反應的 這件事都很重視 你看回夏寶龍的講話當中 其中一個就是講到香港的團結 這個團結其實含意很深 這個團結不是再搞什麼的撕裂對抗 當然對著一些人中方住不守遠 但都希望凝聚民心的回歸 但這次來說 你是大大充益了香港這個民氣的回憶 本來說體育善事可以凝聚民心民意 但你發覺破壞了很多 還有一件事我們很留意到 民建聯的反應 如果在正常的民主選舉下 民建聯的表現絕對不是這樣的 是的 在羽毛求壇 昨天也有人說 佳朗即剪伍佳朗會不會走呢 在這個移民潮之下會不會走呢 今年的中學狀元為什麼少呢 是因為走了 名校很多人走了 五家朗 你是不是要逼到五家朗都要走呢 正如在中國大陸 很多乒乓球獸因為沒有席位給他 因為太多精英了 於是他去到其他地方 去到台灣去到其他地方 大放異彩 那是香港的運動員 儘管我們的資源有限 我們的人也很有限 但香港運動員是很快樂的 我們沒有任何的政治包袱 大家可以盡一己之所能 去爭取自己運動的前途 但現在你發覺一些無形的政治壓力 已經深深地籠罩在香港體壇的頭上 這些概念存在 不過一些比較低調些 你發覺 把持著香港體育活動的人 大家知道是哪一方面會多 但這對運動員沒有影響 運動員是一個平常心的 因為五家朗發生事件 我找回五家朗以前的文章去看 在2015年他在紅館贏了臨丹 你知道超級丹丹 當時很厲害 有人問他你是怎樣 他說我是平常心的 大家估不到 他平常到那兩天 我如常去茶餐廳吃早餐 我買了一排的包 帶進去休息室裏面 準備補充體力 他說是如常 平常心的 因為他太強勁了 我只不過是調整那個心理狀態 去應付這場比賽 盡全力 他在訪問中說 他很享受在香港的生活 他說他是生長在香港 是一個很平凡的香港人 所以看回何思培的故事 張家朗的故事 五家朗的故事 都是一個很典型的香港故事 當然那個劇情也不同 而今天香港 其實年輕人 新一代 對所有社會上的上層建築人士 都反感 政壇好商界好都反感 他認同就是那幫年輕的運動員 我很擔心五家朗事件 令到香港其他界別的運動員 都是一個不良的反應 因為我們全心全意 我們的生活就是訓練 我們的生活就是為自己做更好的成績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其他的滋擾呢 是不是可以放回運動的本身 他們面對自己的前途 其實他們是豁出去的 有一仗功成萬骨夫 你們看到一個何思培 看到一個張家朗 其實背後有幾多個 是沒有辦法能夠突破自己的成績 但是他們付出是什麼 付出未來的新計 不知道怎麼過 運動員在香港的條件是很有限 我再拉闊一點的分析角度 張家朗贏了金牌之後接受訪問 都是很多無理頭的訪問 但其實他講的那句金句是什麼呢 就講到意思是 我們不單在香港贏 我們是國際世界贏 這就是香港的運動去帶到國際 香港的國際觀世界觀很重要 你看見這些人 就將一個很中國式的國族主義 擴闊到世界視野 這就是香港的教育 是令到香港的國際視野擴闊 但我們現在看香港的教育 是回歸到所謂國情教育 國安教育 你就將一個國際城市的視野 胸襟思想 那麼拉回來 我們有國家 其實我們剛才也有討論到通識科的問題 通識科是令到學生 作為一個全球人 是一個很好的鍛鍊 但很可惜就是通識科 在當前的國情之下 是鑑生被扼殺了 一個國際大都會金融中心 你慢慢要將它淪為一個中國式的城市 變成南深圳 你看見在這個深藍陣營當中 很多人都這樣說 我們要做中國人 當然這是摩折大 是否去到狹藝的民族主義 而因此握住了香港的既有的國際觀 優勢 你看見這件事 不單是個別的事件 反映出香港的未來的縮影 就像啟示一樣 或者登入D100.net網上PayPal訂購 自己有請訂購D100香港台 如果有任何查詢 可以電郵去info at D100.net info at D100.net WhatsApp去91671611 又或者打電話22971999 一起把聲音留住 續訂D100香港台 延續節目人才